打好了 行 谢谢 拜拜 好嘞 哇 来来来 你听这个声儿 一点声没有 那女孩 那块怎么 你们买的可能不是一个东西 对 它可能是鸡柳 一点忘了 哭了都要 到底是啥 是不是这个 煎饼果子 行 不是这 这个宫门头馒头好像 这个馒头会不会咬下去 特别软 往前走吧先 自制薄脆现炸 走快走 肯定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走吧 这顺序 香酥牛肉饼是这个吧 您这儿有没有 德云车的人老来买 对 有 有 真的 他们买什么 买什么 这 胶岩烧饼 这不能这么问 你对不对 买一个胶岩烧饼呗 谢谢 这个还挺酥的 酥 酥 你尝一口 好吃吗 好吃但没沙 我 我 你要吃 那我吃甜的吧 仔细听 肯定有沙 听 这个还真有 真的有 然后就没了 一下就没了 放到嘴里就没了 她应该是氧化了 不对 这不是岳岳吗 这你们师兄 岳云鹏 说实话 像不像 你长得真儿挺像的 6月13日起 每周二中午12点更新 会员抢先看48小时 快走快走 哇 这好好吃 这都这 哎 就过了美食街了呀 对呀 你们从那么一边 走到这这么远啊 德云社 我们天桥总店就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就在前面 前面走过来500米 你买的炸鸡 这个烧饼 的确我们会吃的 但是不是常吃 不是说大伙都爱 不是整个德云社走爱 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 某一个人买过来 大家哇 每个人过来都 冲上去 都揣一口 那肯定是按筋脉的那种 一撑一筋 脆的那种 炸了个什么鸡皮 什么猪皮的 鱼皮 不知道啥东西 有没有 逻辑鬼菜 逻辑鬼菜 路上有没有脆的饮料啊 有点吃烟 脆的 喝口可乐 喝不喝嘛 找人用药 这都没啥东西 买个彩票 好脆啊 好脆啊 刚才就没中 哦 这里还有吃的 郭记 是这儿吧 郭记 这个吗 就你们郭老师的那个 那个副业 郭记 不是 不是 不要这么说 不是 郭记 那是这个炸罐肠不 买一份 对了哈 你俩不说话了 我们刚刚你们买的时候 我们也没说话 没几家店了呀 是吗 不是这儿吗 是吗 不是这儿吗 就可以转啊 那边 因为前面还有 然后再往前走 试试个 炸罐肠你吃过没 北京的 我吃过 脆吗 它中间不脆 直接走了 中间不脆 在炸罐肠点一份回 大家喀 周围拿起来 唰唰唰的吃 很很合理 逻辑给他 买一份 迪哥你是真能吃 交钱啊 迪哥 走吧 他让我往那边去 你先进去买 交钱吧 这个真不行 不是这样吗 我觉得炸罐肠 老秦就不会喜欢吧 这个不是那种 从头到尾退的 对 不好带炸罐肠 这个是什么 鸡蛋罐肠 外焦里嫩 没事没事 我待会再看 就是那个吧 哪个 刚刚那个 不是 你订好在那买去 怎么不动你了 全是理发店了呀 这都 这还有吃的吗 这 顺着往前走 那是这家 这条街就到头了呀 没了呀 那还有一个 是这吗 这没有了呀 到往那边去 这是什么东西脆呀 没了吧这条街 面边是天桥 右边的摄影师 都不拍咱们了 过了美食街了呀 对呀 天桥剧场 香酥牛肉饼 哪一个啊 金巴珍 鱼肉火烧 我真不行了 有吗这还 买不着了 那边应该没有了吧 不是这么说吧 迪哥 从现在开始 就接着到这儿 前面你们路过了 是吧 路过了 而且路过真的很久了 找不着了 来提一下 我要弄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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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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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要打它们 看搞得我现在很狼狈吧 说 不 哎 哎 辣椒吗 哎 辣椒 我这打人呢 来点吧 来点 辣辣椒 我这打人呢 我说打人 杨丁吃辣椒 又喝了 说 打乱我的情绪 重新做戏 快点 告诉我们都累了 咱们玩游戏得了 咱们公平点 真的找不着了 你们俩决一个胜负 不管用什么游戏形式 决一个胜负 赢的人 我们告诉那个赢的人是什么 他去买 输的那个人继续找 继续找 我们剪刀石头布 就是这个 这个 往前挪 腹子 下 不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俩脚尖先挨着嘛 我赢了 我就往后退 然后你的脚尖就往前送 我知道 谁下不去差了 谁就输了 预备 开始 剪刀石头布 我们走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我已经快输了呢 怎么这么远 剪刀石头布 妈呀 剪刀石头布 妈呀 哈哈哈 我叫 我脚 好 摆着了 剪刀石头 剪刀石头布 耶 完了 你来这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啊 还厉害还有 剪刀石头 不 剪刀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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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输吧 不行 站好了 站好了 剪刀妹妹压我的腿 你把我你把我狠狠往下压 快看着她那只脚 你把我的腿挨着她的脚 拿拿过去 算了 好好好 陈周璇告诉我是什么 直接把他们俩气晕 来 比划猜 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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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圆的 圆 第二个字 粗 往外冒 圆帽 圆帽 圆肩 圆绕 吹 吹 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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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烟灭 第一个你玩心太大了 说了你这些话 他今儿还在玩主事 火 火 打火石 打火石 等于说爱吃打火石 火烧 圆 圆火烧 圆火烧 就是这个 租的这个 我们去德音社后台等 你就嫌 加入德音社了 突然之间 哈哈哈哈 我马上就回来 哇 这地儿 不好走 走这外面 都到店门口了我都 圆火烧 圆火烧 就在前面了 圆火烧是在头那家吗 这没看见他们家 圆火烧 是 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圆火烧的东西 圆火烧 这是椒盐的 椒盐的 我懵了 不是圆火烧吗 它没有这个东西叫圆火烧 什么是圆火烧 不会是头上那家吧 圆火烧 哪有什么圆火烧 你们俩决一个胜负 我们告诉赢的人是什么 炸灌肠 这是什么 圆的 圆 火 火 圆火烧 灌肠几点关门 怎么样 它关门之前能买着 不能买不着吧 那就看你一怎么玩 你比我猜 还是这儿清醒 你没来过吗 我没来过 从来没来过 这火烧 你们这儿有没有卖一个东西叫圆火烧 只有这个大火烧 脆吗 不脆 不脆啊 好 是不是 它是发面的那种 不是脆的 那我再研究一下 因为我得买特别脆的那种 对 谢谢 谢谢 根本就不是 他说一点都不脆 我们家 那就是那边那家 就它了 四个 我不会再出来了 四块钱 好嘞 好嘞 这个好脆的 拜拜 给迪哥打电话应该打不通 他应该现在在骑车 你真不接电话 骑车呢 他不能接 对 他不能骑车接电话 这也违反交通规则 没有办法 咱们得想想让人进来以后怎么办 道歉 对 你做代表 好 你要想好一个事 什么事 我们为什么来这 因为收到临时演出的通知 我们得留下演一个 真假了 那你是晚上不吃饭吗 我们一般上场之间都不吃饭 真的 那我们晚上还一起吃饭吗 我们演完了 如果你们没收工 我们可以再会合 那就是一会儿我跟迪哥要单独吃饭吗 我们俩可能在这儿就大碗了 但是我肯定告诉你们 我们安排哪家餐厅 这样你们也好衔接下一期的飞行嘉宾 我要乘飞行了 没想到要这么折腾一下 到了 这里面让你停车吗 这里面 让你停车 我把这个签名墙 开门 你想想下一个给迪哥比什么吧 我快别给他比了 还是你比我猜 我让他在这儿歇着我赶紧去买吧 秦潇贤加油 何九华我们在你身后支持你 秦潇我一直在 德云社秦潇贤未来可期 秦潇贤 秦潇贤 迪哥来电话了 迪哥 开门 迪哥 我在外面把字都快读完了 说咱出去吧 出去吧 就结束了 等会让我把东西拿上 咱一咱 出去吧 不咱外边吃了就 我刚进去他们说咱出去吧 吃这个吗 其实不是 多少钱 4块 4块 别转了没事 1块钱一个是吧 那个4块 这个600多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那家店的独门秘方 所有的火烧撒上这个才香 给我弄点那个小渣 就那种不要的渣 我来 给你一兜吧 啊 太多了 吃着玩吧 吃着玩 吃着耍的 谢谢哦 还额外送了我一袋 家 一共604 你买了配方要来了 买了 配方也拿了 迪哥 别喊我 转给我 那个供养单车停哪了 怎么说呢 没完了哈 到底是啥 他这个 迪哥我们带你去吧 我们带你去 走 走 还没买对哈 等于说 你让你去 找到了 甚至一点 莫远 我说 这是一票 你说 你能不能 就是这个 有意义 这个真不行 不是这儿吗 老秦就不会喜欢吧 灌肠 但我觉得不可能 一B盘炸灌肠来 德云社都 哇 炸灌肠 好像不太会 你听这个B肩吗 天呐 哎呦呸 哥 进进进进 来 里边请里边请 在哪儿呢 安排着啊 行 您改什么字吗 好嘞 真熟 信了吧 其实就是炸灌肠 对不对 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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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个蒜是铺满了 必须铺满 嗯 脆不脆 就看此此咬 就看此此咬 好嘞 好嘞 煮着路其实有那事 开始慢 今天这个真的是好吃 有些软淡淡的颜色还是特别黄 炸过了或者怎么的 可能是油 使用油的问题 最早就是猪油炸 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大伙追求这个品质 所以就换成了各种各样的 很快生油啊 猪油炸才香呢 说实话反正我爱吃灌肠 是因为我搭档 特别爱吃炸灌肠 我们俩演出就那个味儿啊 特别大 这个就是最好就比如说我们俩一块演出 俩人都吃的 都吃 我觉得这是尊重 就谁也帮我们见到谁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吃的 我才吃的 掌管这儿 但是真的是整个董云社都会 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一场吃了 我们就跟别人说话 他说你为什么是掌管这儿呢 然后他们就去买 所以一般后台都整个后台都是这个味道 因为对于我来说意义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因为那会儿我才刚进队 那是董云社为数不多 大家整个后台都爱吃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在吃它的时候才感觉到融入这个集体 竟然是因为一个炸灌肠 所以炸灌肠对于我来说比较有意义 虽然说你们有的是会在这儿来聚餐 我们最常吃它的家是它在我们后台门口卖的时候 你看到就是你走在那儿 咱们最后站在那儿说那些话 身后有一个长长的小巷子 小巷子在外面它就在那个地方卖 它以前是个小摊位专门卖炸灌茶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再来这儿进来 心里还挺有感触的 看着它一步步从一个小摊位变成这么大一家店了 对以前的小摊现在成店面了 所以现在我们也变成现在这样 对吧可能见老板机会也少了 所以真就是这个店我们为什么觉得有感情 就是好像是我们陪它变成这样 但是它也陪我们走到现在 所以感触还挺深 光顾着吃它们的炸灌肠 可以邀请它和我们去德云社看演出吧 那说上你们要看相声看过吗 我还真没有看过 我也没看过 你们要真的去看的话 票我们也买不得 不是从后台把门打开了吗 在后台看啊 不行啊 对 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你们什么时候看我们哥俩演出啊 那你们最近什么时候演出啊 你们什么时候看我们什么就能演 反正如果有这个需求 可以提前告知你们啊 嗯 好 来 此时此刻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探究一下这个001到底是什么东西 001键 刚才 你没怎么吃哈 我没怎么吃 都是那种蒜味很重的 对 现在我跟你说话没有味吧 我都不敢大喘气 我不敢说有味 我刚刚做错事了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现在 你没做错事 这不就是综艺吗 综艺最能凸显人性了 是不是 出现出这个宽宏大度的那个人性 没有 我没有言论你们 到了 001 这条叫脆花胡桃 这个胡同好有感觉 这有彩灯这家是不是 胡同餐厅 不会又是那个面茶那种吧 不是 但是也算你常彩灯 是不是 阅兵 中国个体第一家 我天哪 第一家个体户的那种餐厅 对上了吗 所以是001 哇塞 是不是感觉很厉害 有人在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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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第一家个体户的英文 哎您好 四位 四位来到里面抢 好嘞好嘞 哇第一家 1980年比我还大了一岁数 这个店他一直都在这个巷子里面 你来过没 谁来过 之前来过 你来过 你也来过 他带我来过 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就有所耳闻 不是 我真是长大以后自己 就是我自己发现的 你也喜欢研究其实 对 因为他这个身份比较特殊 他第一家个体餐饮 因为以前餐饮都是那种 国营 对 国营餐厅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 所以这种就是自己家开的 对 这是纯粹的 但是那个时候敢这样自己做生意 也是需要一些魄力 我觉得 对 你们看他们那儿有个奖杯 像不像我的一首歌叫《无尽之语》 倒过来看 像胯 你俩这打歌方式太硬了 太硬了 得了很多奖 得了很多奖 你看看 全国先进个体商户 鞋成美食的音乐 来 打扰一下啊 小泥肘子 火塔豆腐盒 眼睛白菜 这是我们招牌的 招牌菜 好 坏 哦 我喜欢吃肘子 当然那个吧 你知道吗 四川那边喜欢把肉住了 两个蒜泥白肉 白肉 肉反而凉拌有的时候特别好吃 我如果没有那么撑的话 我能大选特选 我喜欢吃 就你能吃完这个的吃一个整个肉 真的 这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来 塌豆腐塌起来 锅塌豆腐 来 它有像鱼香茄子那种做法 好神奇的味道 嗯 带一点点甜 还有一点点酸 嗯 不是那种嫩豆腐 是那种 卤豆腐 卤豆腐 他家的菜我觉得就是 别人家没有 嗯 比较独到 嗯 肚丝 这真好吃 这个 这应该可以 这就是四川的麻 对辣的 我真的说不出这是哪里的菜 但是有的时候会吃出川普尔 吃出那个上台的味道 对 每一个菜都可能融合了一些别的菜系的口味 他们还真的不像我们吃到传统那个北京菜的样貌 对 哪些菜是你之前来点过的 几乎每一个菜 因为来过好多次 可能会错黑样点 当然这个我是每次来都会吃的 那个 那是一次就觉得它 经验到了 对 而且面的也不是很大 所以它能毅力不倒 到精致是有原因的 真还可以 今天你们去的那个天桥那边那个德运社是你们经常演出的店 这是总部 总部 有很久没去了吧 那个店 嗯 天桥好像是有一段时间 嗯 就是 就平常没有什么 在那没有演出 就 你们每次演完会有一些复盘什么的吗 就每次演出完事 也会有 会啊 这个有时候像我们俩刚打的 嗯 就会复盘 因为观众给到的反应很直观 对吧 就是该想的包袱 如果那一次没有特别想的话 之类的哈 你们就会回去 对 也就其实很直白 嗯 那就是你没使对啊 那你说的话不对 都指对方说哈 对 哈哈哈哈 就是肯定是这个状态 那就是那句话你说的不对啊 那句没递过 你在想你自己 不错了 有什么就反正你在想你自己 挺好 嗯 那你俩认识多少年了 四年了 咱俩真正搭话 啊才搭上话 那平时见不着面吗 其实每一个队跟每一个队见面的概率很低 就比如说今天咱们去的那个后台休息的时间 嗯 我们在别的地方演出 见到这个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见到概率非常低 总有个机缘巧合 你俩怎么搭上话的 一块吃炸灌肠的时候 我俩第一位搭话是在 就在就在这个剧场 嗯 就在这个天井这个剧场 当时是进舞队 舞队队长烧饼 他给我讲活 叫给我讲 我该怎么说包菜名 怎么表演节目吧 嗯 我在那喂喂喂喂 然后炳哥在那说说说说说 他从别人过去了 嗯 瞎不瞎说这么一句 哎呀你都甭听他的 就这么过去吧 哈哈哈哈 因为我来的年头儿早 嗯 所以跟炳哥相对熟熟一点 嗯 所以可能敢开一阵玩笑 没有 但当时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人很自个狠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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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也是真的哈当时 现在我也是 不拿这当玩笑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大第一句话 嗯 然后我就有一年没演 再回来的时候 正好我去包梦 然后没有大罐 嗯 我大罐还没有做好 正好那天他演出 我就跟他借大罐 借了我两十 大罐呢 呃丢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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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吃点啊 饿了吧 不是 我不怨你这事 哎 哈哈哈哈 那想吃辣瓜正好那不合事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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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缘分就是一瞬间 他们俩不是说他们就因为 九华哥对老秦说了一句话 突然间就搭上了这个缘分嘛 所以觉得珍惜每一个生命中有缘分的人吧 我俩是因为台上的演出啊 或者是台下的爱好啊 就聊得到一块去 所以台上不管是通过眼神啊 还是肢体语言 这可能也是两个人一个默契的存在吧 饭都到嘴边了你得吃 饭都到嘴边了你得吃 哦 哇 对了 对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两天一夜的北京美食之旅就是落下帷幕了哈 说一下感受 我作为北京 我觉得上面是三个字最好 叫尝尝看 尝尝看 对 我觉得你不用去相信 任何人推荐说 这家美食有多好吃 对 但是你也不要相信 说谁说 我去过 不太好吃 对 我觉得你去尝尝看 一定会有你自己喜欢的那道菜 我就是一般到哪个城市 很喜欢去探究一下 他们当地人吃什么东西 很多食物 肯定会根据城市的一些发展 慢慢就 好像我生意没那么好 怎么样就慢慢淘汰掉了 或者去追逐一些新兴的一些做法了 根据不同人口味进行融合 我觉得这家店就做得很好 刚开始各地经纪跟风险比较大 他们是坚持有自己的创意在里面 然后被一直存续至今 是因为他们一直有一批忠实的受众 属于非常传承的 你看我们去的那些店里面 有很多特别北京的人都在那个店里 吃了那些他们记忆中的食物 对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餐厅 你长大以后再带一些朋友去吃 他们说有那么好吃吗 但是那个时候你吃那个餐 你会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 对 有的时候吃那一家店 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吃那家店的味道 记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味道 对 此时此刻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拿起手中的可口可乐 谢谢我们北京的朋友请吃饭 来 四时此刻 可口可乐 谢谢 四时此刻 可口可乐 house 的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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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哦 啊 哈哈哈 好脆 哦 好酸 哦 好吃 在家裡